吃完金门的美食 当然要来杯清凉的饮料 这家是唯一金门在地人自创的健康茶饮 走到店里 跟一般茶饮店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老板取这个特殊的店名 是否有特别的含义呢 从事饮料业已经十几年了 因为刚开始创立这个品牌八分付 就是希望把最好的给客人这样子 所以才取营八分付 把它降两分来追求更完美的东西给客人 所以才跑到这边来从事这个有机的 我这个是有申请有机验证 然后把这个有机的产品再把它放回饮料店 较有进阶的一些产品 从事饮料业十几年的老板 因为从小生长在务农家庭 所以决心种植有机蔬果 再把自己种的健康无毒的产品 运用到自己的饮料店里 现在种植有草莓 然后苦瓜 还有火龙果 跟柠檬 还有芋头 产品要去做荣耀的各方面的 重金属的一个残留的一个检测 花费的金钱跟时间 你在其他饮料店 你要去喝到这种东西 其实它是有限的 今年我就是去尝试种草莓 然后把它放到店里面去运用 然后去开发出草莓牛奶 跟草莓冰沙 草莓跟牛奶 其实它的结合是非常的融洽 对小朋友来讲 它是蛮喜欢的 因为起初创立这家饮料店 其实就是希望把 最好的东西留给消费者 因为现在外面的市场的饮料店 其实都过于包装 如果你要成本低的话 你就是加一点香料 香精进去的时候 客人消费者接受的程度 又会更高 你的力度又会更好 可是因为毕竟可能对身体上 会有不好的影响 所以其实我们都会去 季节草莓这种要求这样子 就是可能会多 成本会多一点点 不但用药实在 醉取茶汤的技术更是不计成本 只为了做出更健康 更好喝的茶饮 真不愧是一位茶饮达人 下次来到金门 不妨试试这充满诚意的在地品牌 因为消费者来到这家店 因为可能我们的一个视觉的 一个呈现的效果 可能还不够明显 变成说他来补导我们 把这家店再重新再营造 因为现在店面是毕竟比较小 所以可能客人来这边消费的时候 可能我们就做一个帆布 把它往外延伸 让客人消费者可以不用说 每天来这边夏天晒太阳 然后冬天在外面又非常地冷 这样子 或者是下雨天会喷到雨 会被雨淋湿这样 然后整个点餐的部分 也做了一个招牌 然后制服啊 整个形象帽子 整个都整套 整套去做一个补导的一个工作这样